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这里,关于DHB等收入和投资的频道,我是Kalina 今天的视频就是给大家找到一个周五赚钱的方法 那今天是周四的晚上,我睡觉之前呢,一定要出这个视频 因为呢,很多战略呢,其实都是发生在周五 而且呢,做日内交易,投资,赚钱,并不是你每天盯盘就可以赚钱的 如果你真的是有一定的经验的话,你会选择非常聪明的时间和非常聪明的星期日去选这个做日内交易的 所以今天的战略就是跟大家分享周五的一个非常强有效的赚钱的方法 好,那进入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这个战略全部发生在周五 我们叫做Friday Short Squeeze Run 也就是周五的时候去做空挤压它 然后呢,有一个尬空的产生 才会呢,让我们有一个做多的情况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呢,基本上是和人性非常有关系的 很多人呢,是不想留任何的头寸去过周末 特别是我们的这个show seller 也就是这个做空的人 他们是绝对不想不去cover他们的这个股票 然后呢,留到下一个周一的 因为做空的人都是非常大的风险 他不知道下一个星期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 他是绝对不会留的 那这种情况下,他周五的时候去cover 他的这个position就会导致了这个 我们的一个做多做long的一个机会的产生 但是呢,其实这个产生的时候呢 是有一些这个参数的 那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VVAP 我们的indicator 他是一定要在这个我们的价格 VVAP要在around the VVAP这个价格 所以呢,他是不能是完全VVAP 是在很低很低的情况下 under the water那种感觉就不太行 那首先我们要选择的是over the VVAP 或者是around the VVAP 就是在VVAP之上 或者是在VVAP的左右荡漾者 其实这是一个人性的表现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VVAP越高的情况下 show seller就是做空的人 他就越想cover 因为他已经在赔钱了嘛 那如果他是around the VVAP 就是在这个价格旁边 跟他一直在打滚的那种状态的情况下 其实就是由于他们还不知道 这个股票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 那show seller也不想冒这个险 所以呢,他同样也会cover他的这个position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叫这个周五空头挤压的一个做多 那这个呢发生非常非常的多 比如像我们这个GSIT的这个股票 就是完全在close之前 灰色的是after market或者是pre market close之前呢 这个被short squeeze之后呢 就开始不断的上涨 那在这个after market之后呢 其实基本上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 然后就是没有任何的管制 也不会hold你啊也不会停盘啊或者怎么样 所以呢就是管制非常低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我们这个战略基本上就是在 时间上是收盘前的一个小时前左右 去进入这个交易 然后呢要看清楚是不是他 这个有在守着我们这个VVAP 这个indicator 那再接下来就是如果要是止盈的话 我们基本上是看到40%左右的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周五的小小的一个战略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终极课程里边的一个 非常好用和实战的战略 那如果喜欢同样内容的小伙伴们 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点赞和这个评论 可能评论最近我没有开 是因为我没时间看哪个评论 觉得如果你评论了呢 我不去回复你我觉得很很不好意思 所以呢有的时候就在我非常有时间的时候 才会开评论一个一个个去看 一个一个去这个回答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小伙伴 可以直接这个私信我 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比较快 那好吗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周五都赚钱通过这个战略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